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4年的12月2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现在全球各国遇到的问题就是债 现在全球遇到的问题其实就一个字 债,不管是居民债,企业债,还是地方债 都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 居民债务主要是房贷压力太大 背着几百万房贷,日子哪能过得舒服 每天醒来银行几百几千的债务在那等着 每天拼子拼活的加班赚来的钱要先还给银行 再看看企业,老板们干活干得飞起 结果钱要不到,银行还天天上门催债 比如一个做建筑的小老板,干了几百万的工程 甲方欠钱不竭,工人还天天来讨薪 银行还催他还贷款 多少老板每天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地方政府之前花钱的时候可爽了 基建狂魔,修路盖桥造楼一路开挂 现在不用说本金,连利息都还不上 天天哭鸡鸡,这就好比你之前办信用卡买了一堆东西 现在账单爆了,工资卡一到账就没了 怎么消费,债务这事全球都有 美国、澳洲、加拿大、欧洲全都一样 这是中下层,那上层的日子可是日子过得非常爽 他们通过扩大政府权力 把老百姓的税款通过各种手段弄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南西佩洛西在三小时内的内幕交易中赚了300万美元 这是他年薪的17倍 他还通过一次交易赚了400万美元 这是他年薪的20倍 他拥有一辆价值20万美元的保时捷911 多栋豪宅,每栋价值超过500万美元 南西佩洛西的股票投资组合创下了历史新高 最高涨幅达93% 这还只是佩洛西一人 国防部呢,CIA呢 更不用说中共的权贵了 这些人把老百姓耗30年的财富都拿走了 老百姓的子子孙孙都要为他们打工 如果国家经济发展够快 挣得比欠得多 那债务压力就会减薪 不过这需要好运和好政策 绝大多数国家没有这个运气 再有就是政府要大大的受伸 政府其实就是制造问题的 现代社会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的政府 政府开支少了 官僚腐败少了 他们的手伸的没那么长了 也会减轻债务压力 但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出现 川普和马斯克这种人来拯救国家 各国政府最常用的办法是 政府通过印钞票来稀释债务 让钱更不值钱 债务看起来没那么沉重了 但物价上涨 普通人日子更难过 随着还债压力增大 消费减少产品卖不出去 之后商铺工厂倒闭 员工匠心裁员 于是各国都会进入滞胀的深渊 老百姓或者苦几十年 像之前的日本 以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 或者开启全球大战 把其中某大国的产能打废 要不然无解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